聯合國有193個成員國 有188個國家投票 以138票贊成 9票反對 41票棄權 大比數通過巴勒斯坦 升格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 中國、法國、俄羅斯等等 都投贊成票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 阿巴斯表決前發言指出 聯合國的支持 是以巴達成和平的希望 今天要發言 的信號是實現性的 法國的法國 我們的民眾 看見了 國三國的希望 和平的希望 和平的失敗 而成為正確的平和平和平和平的 分別的確 我們的民眾 還在信仰這 和繼續待 這就是為何我們在這裡 投反對票的以色列總理 萊塔尼亞胡批評表決毫無意義 不會改變任何事情 只會延遲巴勒斯坦立國 同樣反對的美國就形容表決是不幸 只會適得其反 表決通過之後大批巴勒斯坦人 在耶路撒冷、加沙 和約旦河西岸的拉姆安拉的街頭 慶祝這個歷史時刻 巴勒斯坦由聯合國觀察員 實體稱為觀察員國 雖然沒有投票權 距離真正立國仍有一段距離 但分析認為具有象徵意義 因為觀察員國身份 令國際社會間接承認巴勒斯坦國家地位 也有權申請加入聯合國機構 包括國際刑事法庭 為起訴以色列攻擊加沙 和約旦河西岸等等戰爭罪行 開出綠燈 同時為立國創造有利政治條件 有利日後和以色列的邊界談判